美国一个摄影师曾经在一个保护区拍到了这样一张怪异的照片 照片中的一只苍鹿正在天空中飞翔 但很难不令人注意的是 它的脖子上竟然还缠着一只蛇蛮 一开始摄影师还以为 这可能是苍鹿捕捉了一只蛇蛮 或者是后者袭击了前者 咬住之后不松口于是被带到了天空上 但在对照片仔细观察和分析之后 他发现那只蛇蛮竟然是从苍鹿的肚子里钻出来的 这一点可以从蛇蛮微微弯曲向上的头部看出来 它还活着 但显然即便还存活着的它 却只有一部分成功逃脱了出来 另一部分仍在肚子中 至于那只已经被刺破肚子的苍鹿 它好像并没有这样的事情影响 不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状态 依旧该飞飞该站站 就像这条蛇蛮是它身体的一部分一样正常行动 除此之外 摄影师还观察到 在它们这个怪异的结合体的不远处 还有两只老鹰在悄悄观察和跟踪 估计它们也觉得二者都活不了太久了 甚至可能会立刻坠落也说不定 总之都提前等在周围 也有很多人看到了这张照片 在震惊之余 也纷纷感叹蛇蛮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求生欲望 一般的动物只要被吞下肚 那么存活的几率是几乎没有的 那这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生物 为什么可以做到 即便被生吞下肚也要逃出生天 蛇蛮被仓鹿活吞后 竟然破肚而出 蛇蛮的求生欲有多强 事实上对于蛇蛮来说 这样的行为完全是它们的本能 若是被其他的动物生吞进了口中 那么它们依旧会做这样的事情 首先要明白的是 蛇蛮长得很像蛇 但其实是鱼的一种 一般生活在一些热带 或者是亚热带的海洋里 在海水中 它们也主要生活在低层区域 一般以一些底气生物为食 属于肉食性的鱼类 多数时候就会躲在海底的泥沙之中 等到路过的小虾小鱼出现 就会捕食它们 而之所以很多人认为它们是蛇 是因为它们和蛇真的长得很相似 但它们的尾部较为尖锐 所以它们就可以使用尾巴 在海底向后打动 以形成可以用来保护自己的保护学 于是它们的打动技术相当一流 除了打动之外 它们的尾巴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 它们经常会被掠食者生吞下毒 但这时 它们可能不会立即死亡 于是它们就会想办法逃脱 这时候它们尖锐且坚硬的尾巴 就派上了用场 它们会将自己尖尖的尾巴 刺向鱼的胃壁 刺穿之后 可以很顺利地逃出 但因为长腔的外壁过于坚固 于是它们一般也就只能到这一步 难逃死亡 研究人员在澳洲当地的不同地区 收集过11种的掠食性鱼类 解剖后发现其中7种的鱼 或者是胃中或者是肠壁内 都发现了蛇满鱼的尸体 这也就能理解开头的那一幕 为什么会发生了 蛇满破度而出 仓路仍淡定飞行 蛇满相当于是活了 至于这只仓路 确实是有些惨了 一般来说 它们的食物主要以潜水区的小鱼小虾 也会捕食一些青蛙 它们长长的嘴巴 可以帮助它们雕起一只鱼 或者是一只青蛙 之后就是直接吞下 因为没有咀嚼的能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蛇满 进到它的肚子里 都还存活的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 仓路的捕食目标 其实很少会是大型的动物 所以这只蛇满 其实大概率也不是它们捕食目标 很有可能就是当时的这只仓路 实在太饥饿了 于是在没办法的情况下 吞下了这样一只自己 也不喜欢的动物 那么现在看来 二者谁算是赢了呢 蛇满能否成功逃脱 仓路会不会因为这个巨大的窗口 有什么生命危险呢 动物专家们在经过分析之后 也给出了猜测 所说这只蛇满 成功地钻出了仓路的肚子 但是从粘片中 也能看出来还有一半的身体 留在后者的肚子里面 所以也没办法判断 这它是已经没有力气了 抑或是另一半已经开始腐烂了 反观另一方 即使是身体上被破出了一个口子 仓路仍能完成正常的飞行 所以大概率这个洞 算不上是什么致命伤 但其实不论如何蛇满的结果 可能好不到哪去 毕竟属于一种鱼类 离开了水就很难存活 除非逃出生天的时候 正好掉落在水中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关注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关注哦